你的记忆中,有没有这样的画面? 你可能忘了上周三的午餐,但却清晰地记得,在人生某个重大时刻,比如街道录取通知书那天,空气中的味道,甚至是你当时无意间瞥见的路人。 为什么? 为什么一些平淡无奇的瞬间,会因为一个高光时刻而被永久镀金,变得无比鲜活? 过去我们以为,记忆就像录像,被动地记录一切。 但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们在一项发表于科学、进展上的研究中告诉我们,并非如此。 我们的大脑,其实是一位极其高明的电影导演,他会主动决定,哪些记忆值得被精简和强化。 这个过程叫做记忆增强。 当一件带有强烈情感的事件发生时,我们的大脑会释放神经地址,向一个信号弹,告诉记忆系统,注意。 这很重要。 这个信号不仅会强化重大事件本身的记忆,还会主动捕获它前后发生的一些普通小事, 把它们从遗忘的边缘拉回来,赋予它们特殊的意义。 这就像,你赢得了一场关键比赛,这场胜利不仅让你记住了奖杯本身, 也让你记住了上场前喝的那瓶水是什么味道。 那瓶普通的水,因为与胜利产生了关联,而被大脑刻上了特殊标记。 研究还发现,这种增强效果是有选择的。 大脑更倾向于强化那些本身平淡,容易被遗忘的记忆, 因为它知道,那些自带情感的记忆,我们本来就不会忘记。 所以,我们的记忆并非一盘散沙,而是一步由情感串联起来的,充满意义的个人史诗。 那些被我们珍藏得看似无用的细节,恰恰是构建我们人生故事的,最温暖的血肉。